哈喽大家好我是叶子 这两天我相信全球最关注的一件事情就是美国大选了 美国大选将在于明天 现在我们是加拿大时间北美时间11月4号 明天11月5号即将是正式的美国大选投票日 那么这一天也是非常的 可以说算是一个像过铁一样的吧 每次到美国大选他们的这个投票日的时候 我们全家都会坐在电视机前吃点零食 大家聊到天然后看结果 然后各个酒吧各个饭店真的都是高棚满座 大家都在那就是议论商讨这件事情 而且特别是因为我们加拿大有很多 从美国过来的这个不能说移民吧 有很多美国人在加拿大境内工作生活 所以他们也很关心自己祖国的这个投票选举 所以他们也会聚在一起 一起关注这个选举的动态进程 那么今天我将用最最最最简单 朴实的语言给大家讲解一下 美国大选的规则到底是怎么回事 因为这段时间美国大选这个热点高嘛 到处都有讨论关于大选的视频 我看了不少视频 我都觉得 说的都比较专业太复杂了 可能不是太接地气 而我正好又是一个比较 说话比较接地气的人 那么今天我就用最接地气的方法 给大家解释一下 美国大选的规则以及到底该怎么看这个大选 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 很多人会觉得很奇怪 大家都听说过啊 为什么有些这个大选的这个总统候选人 他得票数不是最高 反而却赢了呢 那么这个事情就就就就和 美国大选的这个规则有关系了 我们先说一下啊 在美国大选这个历史场合中 出现过多次这样的情况 真的不在于少数啊 但是在最近 我们就说2000年 这个新世纪以来 从2000年到现在 这五次大选里面就出现过两次 首先2000年的那个大选 那个小布什对戈尔那一次 就是小布什虽然总票数比较低 但是他赢了 他变成了总统 2016年特朗普对希拉里也是这样 特朗普的这个总票数比较低 但是他一样赢得了 总统的这个称位 这个职位 这个这个工作啊 他赢得了总统的这个工作 竞争上岗了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就要说到 美国的这个政治选举的 这个党派里面的 这个席位的问题 什么叫席位呢 在我们说到席位之前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美国的这个两个党啊 像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政党 打个比方 在我们加拿大 一般我们称为三国 或者三足鼎立 对吧 我们有成 红 蓝 名字我就不说了 因为很长 有些名字很长 什么NDP 总称 New Democratic Party 就比较长 我就不说了 就告诉大家 在加拿大 在加拿大有三个党 橙色 红色 蓝色 在别的国家 比如说像在伟大的天朝 那就 有很多党 但是 领头的就一个党 那就是红色的政党 CCP 对吧 这个 中国共产党 对吧 那么在美国是这样的 是两个最大的主导党派 一个是红党 一个是蓝党 红党就是共和党 也就是现在的特朗普 所在的这个党 而特朗普这个 所谓的这个红色共和党 是相对 相对而言 这两个党派里面 比较偏右一点的 他们的这个象征 党的党的这个 基乡物吧 你就这样说 基乡物 它是一只大象 那么蓝党 叫做民主党 听名字就知道了 民主党嘛 讲究民主嘛 那么民主党相对而言 是比较偏左的 相对而言 偏左一点 然后呢 这个贺锦丽 也就是这个 这位女士 现在她是这个 接替了拜登 在做这个选举啊 他们这个 民主党的 基乡物 是一只驴子 是一只驴子 所以经常会在 很多画面里面 看到一只大象 和一只驴子 在对抗 对吧 那么大象 就是这个 偏右的特朗普 驴子就是偏左的 贺锦丽 一个叫共和党 一个叫民主党 记不住没关系 记住了啊 民主嘛 他比较民主 就比较偏左嘛 对吧 知道这两个党有 那么为什么 有些这个领导人 川普当年 为什么票数少 反而就当了总统 那这不是不民主吗 哎 这个问题就说回来 是这样的 美国的总统当选啊 他不是按照 你的总票数来算的 美国一共有50个州 对不对 有50个州 然后再加上一个 这个 这个这个 华盛顿特区 美国有很 因为我去过美国 我也我也学过 这方面的一点点历史啊 美国有一个州 就叫华盛顿州 但是你要说 I'm from Washington 我是来自华盛顿的 那人家就不知道 哎 你是来自华盛顿 DC呢 是特区 还是那个州 对吧 所以 美国有50个州 加上一个 华盛顿特区啊 不是华盛顿州啊 DC啊 简称是DC 那么 加上这一 一共这50个州 加上这一个特区 一共有着51个 投票的地方 这51个地方 州啊 这50个地方 我们把它称为地方啊 州或者是这个特区 他们都有各自的投票站 然后每个这个地区 都来收集自己的选票 但是 每个区域 每个州或者是特区 他们会根据人口的不同 而决定每个州 所占的席位不同 什么席位 就是在国会里面 你就想把它打 打成一个比方 我们在一个食堂里面 这一桌人的食堂里面吃饭 你要想有一个座位 对吧 你就要去抢这些座位 而每个州都会有人口 而代表你这个州 座位多与少 每个州的数量都不一样 州的人口越多 选区 也就是这个席位就越多 也就是我们总称的选举人票 所以在这点上 大家会觉得 哎呀那这个州的人太多了 那这个州的人少的人 他不就不公平吗 但是当年的美国这些国父 制定这个体系的时候 考虑到这点以后 另外还有一条 每一个州 他都有两个额外的固定的参议员 也就是额外的两个选举人票 大家经常会听到 选举人票这个字眼 这个字眼就表示 包括这两个固定的 每个州都有 这两个固定的 加上这个州里面的人口 多少所决定的选区 也就是席位 就是你去吃饭 一个大桌子 上面一共这么多位子 你要想拿到这个位子 那么你就得在这个选区里面 得脱颖而出 对吧 那么打个比方 刚才不说了吗 大州有多位子 小州有小位子 我们打个比方 我比较喜欢看篮球 我们就以 麦克尔乔丹的 这个北卡来 北卡罗乃纳州 北卡来为例子 北卡这个州 人口就比较小一点 所以北卡一共有14个席位 也就是14个选区 那么就有14张选举人票 加上另外 本来就有的固定的那两张 就是一共就是16张 那么加州有多少呢 加州是美国人口第一大州 它有3000多万的人口 对吧 它有3900万人口 那么这个加州就有52个选区 52个席位 加州会派52个人去参加这场宴会 去吃这顿饭 对吧 去吃这个蛋糕 去分这个蛋糕 那么加上 这52个选区 加上那两个固定的选举人 这两个代表本来就是代表团团长 这两个代表团团团团长 肯定是要去的 那么一共就是有54个选举人票 54个位置 那么美国一共有多少这个选票呢 整个国家所有的州特区全部通通混在一起 美国一共有538张选举人票 一共有538张选举人票 所以当你们在看 当我们大家在看他们这个选举 这个结票 这个选票结果的时候 首先要看这个选举人票 大家看到的并不是多少万 多少万 多少万 可能能看到那些数字 但那些数字并不代表有用 关键是要看选举人票 你只要赢得这个magic number 这个超级的 这个有魔法的数字是多少呢 270 大家记住了 你只要赢得270张票 那么就意味着 你就成为了总统了 不管你夺得多少个选票 没有用 你有270个人 就是你所在的这个党派 会有270个人去吃吃顿饭 比对方要多 你是大多数 那么就要少数服从多数 那么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 每个州由于 他是干每个州来结算 那么每个州 怎么决定 比如说加州一共有54张 选举人票给谁呢 那么在这个州之内 是按照 人口的投票数来决定的 我打个比方刚刚说了 加州一共有3900万人 我们就算他4000万人 加州有4000万人 把这个万去掉 加州有4000万人 结果呢 一个人获得了 4000万人 他获得了2001张票 另外一个人 获得了1999张票 对吧 就多那么两票 那么 这一共加州这54个 十倍的票 全部归那个多两票的人 所有 这叫赢者通吃 英文叫做 Winner Takes All 就你只要多一票两票 那么你就能全部通吃 曾经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 应该是我记得 我看过的一部电影叫 名字我记不清了 是凯文科斯纳演的 我本来我非常喜欢凯文科斯纳 他的这部电影就讲了 就是美国 讲美国大选的 他是最后一张选票 之前的所有选票都是平的 就差他这一张 这一张票就能决定 美国到底谁当选 这个总统 就是这么好玩的意思 那么美国大选 还有什么看点呢 大家听到一个词 叫做摇摆州 摇摆州就比较有意思了 摇摆州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美国有50个州 对吧 这50个州 其实有很多州啊 常年都是红或者蓝 都是常年被站住的 就你不需要花很多时间精力去 你也知道 这个州所有的选举人票 都将是你的 所以很多这个不是很多了 就是每一届的总统候选人 都不会花太多时间 在这些本来已经稳定的州上面 而他们会把大笔的经费 时间这个出去演讲 而且都花在这些摇摆州上面 我打个比方 摇摆州啊 当年2020年年初 就刚拜登 刚当 不不不 就是对 刚结束以后 特朗普那时候 还没有下来 那个时候 我带我爸爸去 去 这个 看美国去看斯特林郎的比赛 到那个 明尼苏达州 明尼苏达州和威斯康星州 是连在一起的嘛 威斯康星州 这个 威斯康星州是一个 就典型的摇摆州 我带我爸爸去我一个朋友家 当年在南京的一个外教家 他就住在威斯康星州 离这个 这个 明尼苏达州很近嘛 我们就开车过去 把大家吃饭 他打开门 第一句话就告诉我 James Please tell your dad We don't like Donald Trump 他就第一句话 就让我告诉我爸爸 我们不喜欢 特朗普 因为威斯康星州 是一个就是非常典型的 传统的一个 老字号 摇摆州 摇摆州就说明 他们之间 互相 有些时候 会支持蓝 有些时候会支持红 对吧 威斯康星州 有十张选票 有一点要注意啊 每次的这个选举 不能说每次 就很多时候 每一届选举的时候 每个州的票数 这个席位 是有可能是发生变化的 打个比方 在多年以前 加州是有55张 这个选举人票的 但是今年选举 加州只有54张 但是变化不会太大了 就偶尔会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有些时候有个奇怪 怎么这个图上 显示的是55张 怎么那个图上 显示的是54张呢 对 因为他每次的这个选举 他会有一点点出入啊 那么 有些图片里面 大家就能看得到 这个 偏 偏深蓝的 那就是固定的 深蓝的 这个 这个固定州 不是100州 偏深红的 颜色越深的 就是越红的州 那么 偏浅蓝的 浅红的 几个黄色 这个颜色的 这几个州 那都是绝对的 摇摆州 所以真正的胜负关键 就在于 这几个摇摆州的票数 还是那个话 538票 只要拿到270 就赢了 但是 就是这么几个摇摆州 那 内华达 亚利桑纳 威斯康辛 密西根 密西法尼亚 这个Georgia 这几个州 算是最最最最最最 最关键的 都是重中之重 都是这几个 这都是历届 总统候选人 兵家必争之地 所以明天晚上 北米市 明天晚上 中国时间 应该是后天早上 当你们在看 这个选举直播的时候 就一定要注意 内华达州 亚利桑纳州 这个威斯康辛州 密西根州 宾夕法尼亚州 和Georgia 佐治亚州 这这么几个州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其他什么 加利福利亚 这个就不用想了 这些肯定是蓝的了 或者是佛罗里达 肯定是红的 德萨斯肯定是红的 对吧 所以 你只要记住这几点 基本上 你就不会 迷路了 看就能看得懂了 简单来说 选举的规则 就是这样 但是 具体支持谁 你更希望谁 上台 这个我就不多 不多加评价了 我刚才说了 蓝党 民主党 是偏左的 红党 共和党 特朗普 是偏右一点的 但是即便这样 这两个党 和我所在的 加拿大比 都没有我们 加拿大 这么的左 所以 所以你要是问我的话 我个人因为 习惯了 加拿大的生活方式 我肯定不会 过于支持 非常偏右的 右翼政府 对吧 这是我个人的一点 谈美国 这个大选 我们就顺便说两句 关于美国 因为这个跟我 家跟我国家 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自己 本期的视频 在评论区 希望大家好好的聊 千万不要发生 不文明的 瞎争吵 好不好 不管是谁上台 我觉得美国的总统 都会对全世界的 这个政局影响 影响非常之大 所以我们也应该 关注他 也希望美国总统的 这个选举 能够有一个好结果 也当然更加希望 上台的人 能够考虑更多 全球人民的安危 好吧 不知道我的这个 这么朴实无华的语言 能不能把这个大选 解释的清楚 如果还有问题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 我们继续的讨论 我甚至可以后面 再补视频 去讲解一下 美国大选的这个规则 到明年 加拿大大选的时候 我再聊一聊 加拿大大选的规则 和美国真的是 非常的不一样 非常的不同 好了 今天就想聊这么多 大家评论区 继续探讨 谢谢你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希望你多多点赞 分享 这样可以增加YouTube 推荐我视频的权重 不论你赞同 或不赞同我的观点 都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 留下你的足迹 如果觉得我的频道 有点意思 就请订个月 关个住 下回更新 不迷路